只要動手做 人人都可以是Maker 但是想把創意變成產品 創業這條路可不好走 城市新聞整理Maker創業家的黃金手則 增加實踐戰鬥力 讓你離夢想更進一步 美國物聯網公司Partico 被選為2015年 全球十大創新物聯網企業 其共同創辦人Zacks Paula說 創新工具打破了科技鴻溝 是Maker創業家不可或缺的關鍵 這就是Maker動作 因為新的工具 可以讓一群人興趣的問題 一群人興趣的問題 工具變得更相似 工具和工程工具 開始說同樣的語言 推動創新蜂巢 讓創業遍地開花的推手 就是群眾募資 和以往單打獨鬥 尋求投資不同 群眾募資利用社群平台 把資源匯聚 讓每一個路人網友 都有可能成為你的創業贊助者 因為現在網路有愈來愈多的資源 但在網路上收集到的資料 還有群眾募資這樣平台 其實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 我們產品本身 在行銷或是在面對市場 是怎麼可以全球化的 的一個角度去想 所以外資就有扮演 這樣的重要的角色 可以直接到不同的市場 去拓展這個業務 台灣團隊推出的全景攝影機LUNA 放上美國募資平台兩天 募集金額就破了170萬台幣 設計師江上峰 分享創業團隊分工和溝通的重要性 讓夥伴各司其職 才能發揮最佳實力 一個公司要有營運長 要有財務長 我願意做創作的事情 那有人願意去看待財務的狀況 還是可以讓事情有系統的弄下去 看清產業趨勢 找到能深入發展的定位點 是中華開發投資部協理郭大金 給年輕創業家的建議 那年輕人通常是一個 新科技的early adapter 因為你用這個新科技的運用 比一個年長一代更熟悉 所以因為這樣子 你會發現更多的機會 那透過物聯網 因為它是一個分散式裝置 又可以集中式的資訊 其實你在這個環節 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根據GARNER市場研究統計 2017年時 將有50%的物聯網解決方案 來自於創業三年以內的新創公司 新創事業極具挑戰 也更有影響力 有點子的你準備扎穩腳步 踏上創業蜂巢了嗎 記者陳韻竹 吳雲生 台北報導